有一个老外把银行两个字念成了狠行 于是他大街上一走近乎中国太厉害了 这马路两边全是中国工商狠行 中国建设狠行 中国农业狠行 中国狠行 中国人命狠行 第二天早上去跑步又惊呆了 中国人太勤劳了 马路两边全写着早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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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印度人刚刚到中国 第二天就逃回去了 家人问他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说危险呐 这满大街全写着打印 激光打印 3D打印 快速打印 还好我回来得早啊 否则你们都看不到我了 还有你们 有一个男的刚醒满 人们释放 找了个算命的 想算一算自己的前途 算命的说 你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 他一听 我刚从监狱里出来 又让我回去吗 果然大怒 一气之下 把这个算命的揍了个半死 打残废了 果然 又被送回了监狱 男人找老婆 找个八十斤的 叫骨感 一百斤的 叫性感 一百二十斤的 肉感 一百四十斤的 那是情感 超过一百八十斤的 那你是勇敢 还有你们 疫情过后 生意难做 老板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今天我去上班 我们老板对我说 去年裁员滚滚 今年呢 打算 先裁员 然后他滚 我也滚 大家一起滚 裁员 滚滚 还有你们 关注娱乐日常 每日推送幽默视频 只需要点击微信右上角加号 点击添加朋友 再点击公众号 找到娱乐日常 点击关注 更多精彩视频等你来看